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夜總結 這次嘉賓請來郭Sir跟我們跟進今日中港股市走勢 郭Sir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收市表現 上證指數收市靠微升4點 賣戶心兩市的成交回升13%至3931億人民幣 不過我都見到市場的官網氣氛仍然濃厚 上證指數高開10點之後反覆回落 最多跌14點 低位見過2818點 下午之後持續在高位上落 最多升24點 高見2857點 全日收報2837點 深淨城市方面反覆走遠 最多升111點 高位見過9904點 之後就收報在9781點 收市是到跌12點 互深300指數收報在3082點 是微升13點 創業板指數就收報在2034點 跌19點 郭Sir連續兩日 大市都是大跌之後 是回去回穩的趨勢 是否都反映內地恐慌的情緒 有些緩解呢 暫時來說 先看內地的股市 去到2820點左右的水平 跌勢有點緩和 但是否立即完全沒事呢 老實說2820至2840點 升來升去 最多就說不跌著 距離2800是差多遠 事實上一直以來 當上證指數正式跌穿2850點 去年8月26日的低位 再向下走 另一個防守性的據點 就是今年的小雙底 1月27和2月29的2638點 這也是由5178點高位跌下來的 最低的雙底 一旦跌穿了 即是代表逐沉底 老實說 你現在這一分鐘 2,800多指數 距離3,000多 條路就很長 但距離2638點 條路就很短 握貨少的當然沒有相關 都不知道看它升還是看它跌 但握貨多的 老老實實的心理壓力很大 因為走上去未必升得太多 但自翻牆一跌下去 走還是不走呢 做孖展一早已經算了 但不做孖展就是自己的錢 帳面上也虧褻 心也會不舒服 去年兩度維穩的買盤 包括政府的資金 包括券商 包括一些大股東 第一層維穩是由3,373點 扶到4,184 第二層是2,850點 扶到3,184 現在在2,850點 兩次扶穩的錢全部綁 對大的對小的 都是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省戶更加不用說 如果一早做場外配資 老實說絕對捱不到現在這一刻 只不過就是 大部分人都認為 國家既然有政策 希望經濟穩定在6.5%的增長 應該不會差到哪裏 其實這是大部分人的看法 還有這樣的想法 但個別的板塊老實說 真的沒有什麼看頭 包括內銀 包括內險 資源的板塊 蘭銅、蘭鐵那些都沒有 石油那些 哪裏可以 另外還有內房的板塊 也擔心 往後的政策可能會 略為收緊一點 避免泡沫經濟出現 即是沒有一個板塊 能夠有一點點 是讓你看到亮麗的 環保的板塊暫時來說 都是不差 但難成大氣候 你只看戶心兩地的成交金額 一直都是慢慢慢慢收勢 顯示得到資金入市的態度 是比較卻暴的 反為其他的 例如商品市場 借些衣服就有些炒作 即是內地的錢不是缺 其實是有的 問題是資金 對入市來說 是很保守很保守 在浸股市未大跌之前 內地民間財富是百多萬億人民幣 經過這個股市下跌 或多或少都輸 但仍然有很大塊錢在 問題是這麼大塊錢 如何發揮它的影響力 現在這分鐘暫時看不到 唯一看到的是 你放寬樓市嗎 不是一窩蜂就炒樓 你放寬哪個板塊就炒哪個板塊 這是投機 跟實體經濟 承不上太大關係 而中央政府最希望 能夠用政策 或者通過寬鬆的政策 包括貨幣助來 將最實體的經濟 能夠慢慢慢慢拉上來 但實際的情況 正好相反 實體經濟始終還是不行 無論你承多少錢 資金仍然停留在上層 即是金融市場的板塊 這點不單止中國是這樣 美國甚至歐洲都是這樣的情況 各地證 包括日本亦如是 所以大家都覺得 一路量化貨幣一路承錢 到底對還是不對 不承情況會更加差 但承了最低限度 一部份人是多了 是富有了 不過貧富的差距 亦都因爲這樣擴闊了 最主要就是最基層那些 由頭到尾都拿不到那些資金 再承多大塊錢 你都仍在金融市場 在整個金融市場領域的板塊 是一路滾傳一路越來越大 下面那些始終來講 窮開的就是窮 這個就真是沒辦法了 嗯 內地股市都說收市的時候可以收穩住 但港股方面 似乎下午開始是越跌越急 昨晚油價反彈 都大到美股勁彈 亞太區股市今次其實表現不算太差 內地股市都穩回 原本以為港股都可以搭發順風車 收復一條一百天線 怎知三點時間突然間急插是233點 迫近二萬大關到二萬零八點 市場上也有些言論 是憂慮美軍那邊的出位言論 雖然都知道它是 只有那把口的姿態 不過好像大家都比較害怕些 郭Sir都見到港股收市 是危守二萬零五十五點 是危險的站在兩萬關上面 還有旗子方面已經失守了兩萬關 看看明天是否都是比較理淡的 會多些呢 老實說南海局勢是緊張的 會不會擦槍走火呢 沒有人希望是這樣 不過你去到局面這樣對詞 老實說大家都下不了台 你讓路讓美軍進入 你又怎樣下台呢 美軍讓你幾艘船在那裡 走投嗎 他又下不了台 大家都要死撐 拆到最後的就是 都不知怎樣收科 大家談得好當然是談 但美國似乎希望在那裡耀武揚威 中國也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法 我想到最後可能會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不過不會大件事 不需要擔心說會開火 會打到很厲害 這個我想不會這樣情況 大家都知道是需要客製的 但你擺著陣勢在那裡 大家倒數輕 我有這麼多籌碼 去還是不去 去還是不去 去又怎樣 你去我跟你去 始終就是這樣的場面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的事發生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相關的事情一天在那裡 擾揚的話 資金一定是卻步 最低是機構性投資者 看定些才進市 不知你發生甚麼事 買盤就不來 買盤不來就代表市不會跌 老實說還有些追擊的對手在做事 所以很可能這些事情擾揚得 不用一兩個星期 我想三兩天而已 股市已經趁機會被沽空盤 或者被追擊盤 一踩就踩穿了兩晚這個大關 昨天不穿 因為早上碰一碰 然後反彈 今天也不穿 但難保明天後天不會穿 所以最終五月份更低的市數 應該還在後面 中了五窮六絕這個傳統的 投資智慧 其實不是投資智慧 傳統的說法 有甚麼智慧 跌市不用智慧 不過當然會不會跌得很深 其實來說也要看市貸的發展 因為很多時候 資金入市或是來市都是找藉口 你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做淡那些也沒有太多理據 太多藉口去做 反過來 如果突然間有一些黑天鵝事件 突然間爆發 成為做淡的藉口 就不是做淡那些踩路 原先本來做好 或者不想做淡那些 那些都會害怕 一怕一踩就幫忙 所以去到代變的情況下 一般來說就看看 到底有黑天鵝 還是白天鵝有甚麼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慢慢慢慢沒有特別事情發生 做淡那些自己就腳仔軟 市跌了1692點 差不多 沒有甚麼理淡因素 不要再沽了 那你不再沽的話 就代表有部分的 在高台沽空的那些 也會慢慢慢慢回補 市不是有機會存定 直到這一刻來說 股市的上升都不外乎兩個力量 第一 在高台沽空的那些 作一個回補 簡單一點就補創盤 第二 個別小小的趁低級立的買盤 投機性的 只有這兩股力量 我暫時看不到第三股力量 至於一些傳統基金 是需要不斷增持的去選擇性 即是升100點又買 跌100點又買 那些對大市來說影響不是很大 暫時來說的看法 都是有些略大負面 簡單一點來看 指數一日走在50邊線樓下 你也不用指望它頭額高 直到一刻恆生指數 能夠成功回到50邊線樓上 那就不需要擔心 在低位摸來摸去 但這一分鐘暫時還未見到 明白 謝謝郭Sir 你的分析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跟你談到這裡 先休息一會 晚一點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話節 我們遲些再見 好嗎 好嗎 好嗎